我们的生活中存在很多不同的人,他们每个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,有些是家庭成员,有些是朋友、老师或社区成员,无论什么原因,他们就是出现在我们生活中了。 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,是我们幸福、成长和成功的重要因素。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求,我们依靠健康的联系来茁壮成长。尊重舒适区在任何关系中都很重要。当我们受到关怀、尊重和善意的对待时,这意味着很多很多。 理解他人,想想他们舒适感和安全感。在健康的关系中,您是一个平等的伙伴,您可以做自己,有安全感、受信任和得到支持。 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,并与他人联系,可以建立您的自信。积极的友谊可以帮助我们感到更快乐,压力更小,甚至可以帮助您处理困难的事情。 技术和互联网,让身处世界不同地区的人建立联系。 但在网上拥有数百个朋友,并不完全等同于拥有几个可以在更深层次上相处的亲密朋友。 拥有网上好友是很好的,但是要尝试把现实世界的互动放在首位。 有时,有些关系中发生的事情会引起压力,让人担忧,使人产生悲伤和困惑的感觉。 不健康关系的迹象包括受控制、被羞辱、经历强迫或身体虐待。 刻薄或伤害性的行为会导致关系变得不健康。 如果您不确定这是否发生在您身上,您可以随时与值得信赖的成年人, 或您的老师、学校辅导员或其他在学校可以提供帮助的成年人交谈。 珍惜积极的关系,找出消极的关系,这是很重要的。 如果一段友谊更多带来的是痛苦和问题,而不是快乐和幸福, 那么是时候考虑是否还要保持这段关系了。 您可能需要列出关系中的利弊,您可能需要暂停这段关系。 永远不要觉得您必须维持一段让自己不快乐的友谊。 花点时间来决定什么最适合您。 首先要记住的是,人际关系很重要。 您不必和您遇到的每个人都成为朋友, 您可能会与其中一些人更亲近。 只需要知道,健康和快乐的友谊有助于健康和幸福的生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